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中小学下个星期三复课 教育部表明如果担心孩子感染新冠病毒 家长有权不送孩子回校上课 赛莎迪放弃捍卫土清团长职位 宣布撤回挑战土团党开除他党籍的诉讼 世界卫生组织承认有证据显示新冠病毒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无间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教育部允许全国大部分中小学生下个星期三开始重返校园 并制定一系列的标准作业程序 要求校方跟足防疫指南 不过当局强调家长必须确保学生上学之前没有出现任何染病的症状 但是如果真的担心孩子安危 家长有权不送孩子回校上课 在学校医院部门的教育部副总监阿德志曼 昨天接受部门线上访团强调 校方有责任加强家长 对校园防疫措施的信心 好让孩子尽早回校复课 阿德兹曼补充 学生在校期间都应该时刻佩戴口罩 尤其是体质虚弱或患有哮喘等等 慢性疾病的孩子更不能疏忽 至于教师则允许在教课的时候脱下口罩 另一方面 全国教学专业职工会透露 教师普遍都能够适应 新常态下的教学模式 在学生人数较少的情况下 反倒是能够专注指导 而学生也能够专心上课 首都一批年轻男女在公寓内 彻夜吸毒狂欢 疯狂的行为令人折舌 结果警方上门突击检查 一举逮捕34名男女 其中四人是未成年的中学生 金马警区主任 穆罕默法米 今年早上发文告指出 毒品罪案调查组上个星期六 凌晨4点半 突击五级免登一座服务型公寓 逮捕43人 所有落亡者年龄介于15到40岁之间 除了4名中学生 还有一名学院生参与狂欢派对 落亡者当中有21人的尿检结果 对安非他命 冰毒和大麻等各种毒品呈阳性反应 当局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5-1-A 吸食毒品条文 将他们严扣查办 外国媒体半岛电视台日前报道 我国在遏制新冠肺炎期间 处理偷渡客的方式 涉嫌损害国家名誉 警方目前已经接获五宗相关的投报 伍吉安曼刑事罪案调查局 总监胡子尔发文告指出 警方已经开档调查此案 并鉴定了数名涉案人员 将在近期内传照半岛电视台 记者等所有涉及有关报道的人员 录取口供协助调查 文告也强调 任何没有根据及不平衡的报道 已经引起人民的不满和担忧 它表明如果有任何人 企图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 都不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警方将会援引1948年 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 刑事法典500诽谤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调查此案 土著团结党青年团昨天宣布新的土青团领导人之后 前土团党青年团团长塞沙迪随即宣布 撤回挑战土团党开除他党籍的民事诉讼 放弃捍卫土青团长一职 塞沙迪透过脸书和推特发布声明指出 他将会撤回挑战被开除党籍的民事诉讼 同时也向政敌喊话 如果你要这个党甚至耻夺我的党员编号 那就拿去吧 我不会耽误你的努力 塞沙迪强调对他而言 人民和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塞沙迪也在声明中提到 对土青团的情义节 感叹既然自己已经不被土团党和土青团需要 那么他是时候离开了 塞沙迪是在今年5月 遭到首相兼土团党主席 单司理慕尤丁派系格除党职 连同元任土团党领域主席敦马哈迪 以及其他三名马派领袖 一并被逐出土团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和世界卫生组织结下粮子 特朗普星期二正式支会 美国国会和联合国 美国将会在明年的7月6号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不过美国民主党总统护选人拜登 却大唱反调 表明一旦自己获选总统 那么他在上任的第一天 会带领美国重新加入世卫组织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措辞强烈 抨击世界卫生组织 在应对全球大瘟疫的处理方式 总是慢半拍 偏袒中国和忽视病毒人传人的早期迹象 宣布砍断对世卫的资金援助 并退出世卫 民主党新泽西州参议员梅嫩德斯 星期二发推文证实 美国国会已经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 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 据了解这份申请已经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抨击特朗普在疫情肆虐期间退出世卫 不但无法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和利益 还会使美国疫情陷入孤立无助 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提出退出申请 不过根据美国国会1948年通过的决议案 美国正式退出将需要提早通知一年 也就是在明年7月6号才能正式生效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败下阵来 这个决定有可能发生逆转 特朗普劲敌拜登星期二就通过个人推特指出 一旦他胜出美国总统大选 他将立刻撤销特朗普退出世卫的决定 拜登在推文中写道 当美国致力于加强全球卫生安全时 美国人会更安全 他在上任总统的第一天 就会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的领导地位 巴西新冠肺炎疫情恶化速度直逼美国 如今就连总统博索纳罗也确诊了 他表明目前正在服用 还未证实对治疗新冠病毒有效的抗虐及药物 抢递魁 并指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 他最后重申作为一名国家领袖 他绝不会向病毒低头 反而会更积极地搞好国家经济 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下温路有策刺激 但是呀 不是病毒不外来 灰迫 磁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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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磊 有罤手 过去曾把新冠肺炎形容为小感冒的勃索纳罗 日前因为出现发烧和肌肉疼痛等等症状 前往医院接受病毒检测之后 星期二确诊染病 结果消息已出随即遭到部分的人民狂酸他自食其果 伯索纳罗表示他将会取消这个星期访问东北部地区的行程 但是会通过视讯方式继续工作 只有在需要签署文件的时候才会接见来访者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叫后在一场汇报会上 祝伯索纳罗早日康复 同时再三提醒所有人千万不要小看病毒 否则只会让全球继续沦陷 并促请各方做好防疫本分 阻断病毒传播链 随着全球超过200名科学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连署声明 强调有证据显示病毒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要求更改防疫指南 世界卫生组织表明目前正在积极研究传播方式 并不否认病毒也可能透过空气传播 这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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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在瑞士召开例行记者会透露 过去多个星期当局和科学团队 流行病学家和临床医生等等各方专才 积极研究病毒传播途径 丝毫不敢松懈 并警告全球新增病例不断攀高 两三个月前每天新增10万宗病例 如今更是翻倍增加 每天出现20万宗新增病例 虽然目前死亡病例相对稳定 但是不排除会跟着大幅增加 促请各界不要掉以轻心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4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临时办公大楼 今天早上接牌启用 各受林正月儿参与孙期礼并发表辞词 稍后回来有详尽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力排众议落实香港国安法 争议不断的中央驻港国安公署 临时办公大楼 今天早上正式启用 并在香港特首林正月儿 和一众官员的见证下 举行升旗礼 现场戒备森田 当局也在大楼外筑起巨型水马 大部分媒体记者 只能够在外围观察情况 铜锣湾围景酒店 作为国安公署的临时办公大楼 今天凌晨时分 就有大批的工作人员 在酒店外准备开幕里 林正月儿财政司长陈茂波 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等官员 今天早上陆续抵达现场 早上起点正主持升旗开幕 为国安公署牌匾揭幕 警方调动机动部队 和大批军警人员驻守现场 甚至出动拆弹小组 在场戒备 这个临时基地开幕里进行顺利 仪式结束之后 工作人员在大约8点20分 就陆续拆除水马 解封陆境的道路 港版国安法上路之后 引发人们对网络数据审查的担忧 不少科技巨头包括脸书 谷歌WhatsApp等通讯软体 都拒绝向香港政府提供数据 如今就连微软和Zoom也宣布 加入不合作行列 以评估国安法影响 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透露 美国政府正在探讨禁止使用 中国社交媒体软件 包括抖音的可能性 避免中国窃取资料 香港国安法收紧网络自由 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市场 掀起波澜 就在多个科技巨头 包括脸书 谷歌和推特率先表态 将拒绝向港府和港警 提供用户数据后 微软和Zoom也加入行列 宣布及时暂停处理香港政府 提出索取用户数据的要求 微软公司在接受 法新社的访问时指出 公司目前正在评估国安法 了解法令的内容 而在官病大流行崛起的 事项会议通讯软件Zoom 同样强调会密切关注 香港的事态发展 并会寻求美国政府的指引 社交媒体巨头纷纷在评估 港版国安法落实后的影响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 访问时证实 美国政府也在考虑禁止使用 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包括海外版抖音 我们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 尽管彭佩奥认为 用户使用一些运用程序 如抖音 就如同将私人信息 暴露给中国政府 不过抖音公司强烈反驳 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国 提供用户资料 也强调所有数据都储存在 美国的服务器 就算中国当局提出 删除资料的要求 公司也不会这么做 自国安法生效后 抖音已经在上星期宣布 将暂停在香港营运 也是第一家宣布 退出香港市场的互联网服务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星期二也发表声明 宣布对涉及 西藏政策的中国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再把两国的紧张关系 推向另一高峰 蓬佩奥在声明中指出 北京政府一直以来系统性的阻挠 美国外交官 新闻从业员和游客 前往西藏自治区或其他藏区 但是中国官员和其他公民 却能更自由地访问美国 因此他们决定 根据西藏旅行 对等法 对那些参与制定 或执行外国人进入藏区 相关政策的中国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无论如何蓬佩奥并没有详尽列出 受影响官员的名字 以及涉及人数 截至目前也没有美国官员 就此事发表意见 就在美中关系越发紧绷之际 美国联邦调查局 见指中共费尽心思 想要成为世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并指联邦调查局大约5000宗 正在调查阶段的反情报案件中 几乎一半都和中国有关 新防疫情创业 fakta是我们经纪有所值得的 成为大国产坚重的 到 Koren之间的 领域不高 大国家的同时 几乎是高 大国家的质疗 和美国家的影片 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星期二在华盛顿的智库哈德逊研究院 出席公开论坛时火力全开 向神舟开炮 表明情报部门几乎每十个小时 就会开设和中国相关的新档案 就算疫情肆虐全球 各种活动被迫停摆 中共并没有停止窃取美国机密 让美国沦为知识产权失窃的受害者 他也提到中国试图透过游说 施压等方式接触记者 学者和政治官员 从而间接影响美国政治 当被问到中国政府是否企图影响 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托弗雷表示 中共显然有偏好的人选 并指中国全天候都在企图影响美国政策 他也指控北京政府试图压制 任何与港台课题有关的批评声浪 打压言论自由 中共的激进行为 已经引起华府的高度关注 对面会要求 特朗普的侄女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揭露 特朗普付钱托人代考 才成功考入著名学院 详情稍后回来 正忙于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连报丑闻 如今就连他的亲人也来参一角 他的侄女玛丽特朗普 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新书》中 形容特朗普极度自恋 说谎成性 傲慢无知 还揭露他当年买通枪手 帮他考入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 也就是说 特朗普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学历是假的 纽约时报援引回忆录首稿报道 玛丽特朗普将特朗普形容成一名 自欺欺人的骗子 而受到罢全父亲的影响 特朗普也认为欺骗是一种生活方式 玛丽也在书中揭露 特朗普聘请枪手代考进入名校 不过报道中并没有解释 玛丽特朗普是如何获知相关消息 白宫随后反击 怒斥总统侄女的回忆录内容完全不实 指控荒谬 长达240页揭露特朗普家族内幕的回忆录 原定7月14号出版 之前一度遭到法庭发出临时限制令 禁止出版 不过新书预售反应热烈还未上架 就已经列入亚马逊畅销书的榜单上 来看娱乐消息 57岁的好莱坞影星约翰尼德普起诉英国太阳报 诽谤他家暴前妻希尔德的案件 星期二在英国伦敦高等法庭开审 身穿白色衬衫 黑色西装外套的约翰尼德普 在律师的陪同下抵达法庭 作为被告方证人的34岁前妻希尔德 则戴着红色面巾随后出现 两人前后脚步入法庭 约翰尼德普起诉英国太阳报诽谤 在2018年4月的一份报道中 称他是家暴男 他在证词中极力否认家暴的指控 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殴打过前妻希尔德 或是身边的任何一名女性 因为不打女人是他的道德原则 他反指希尔德当初嫁给自己 另有目的 对婚姻不忠诚 更企图毁掉他生命中的一切 德普和希尔德是在2011年 拍摄《狼母九日记》的时候认识 并在2015年2月结婚 不过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两年 就已离婚收场 疫情期间在家追剧 成了不少人的消遣方式 由著名格兰米奖和托尼奖提名者 沙拉制作的音乐类电视剧《小嗓门》 就讲述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歌手 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 还收录了不少好听的原创音乐 希望最后一起尾随镜头 欣赏精彩预告片 感谢收看 我是安丽莎 祝您平安喜乐 好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